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我是阿民 蔣偉銘 我們看到美國總統 臺選已經在一月撤三個回票 我們看到在臺灣真正是開票 有贏七票 沒輸是我們臺灣自己在選舉 我們說美國這個北京 什麼人要來接住 川普是不是繼續來練習 看起來不像過期民調所說的 真正沒有希望 因為過期民調 我們說拜登是贏四趴至十趴 選舉投票這個價值如何去價票 真正是關鍵 目前看起來我們說 Pennsylvania 真的是很大的關鍵 我們也說到 賓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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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都要唱 但是我們說 關鍵酒 這份Trump是贏三個部份 我們也看到通信投票這個部份 到底Trump會繼續來維持贏三個台式 其他我們也說 其他的這個關鍵酒 計算票的日子 最後是十一月二三 但是真的要討論這麼久才有結果 我們看到兩座候選人 自己都有主信 我們說到Trump這個部份 他說It's a big win 但是拜登這個部份 就是說要keep the faith 要選民 你就要有信心 這回選擇也有人說是支持Trump 跟反對Trump的這張公道 那真的有信 我們也說到日空日空年 美國總統Trump的這個部份 是不是過去說有連任的這個優勢 但是這回咧 我們說真的民調上 真的是失準 所以民調 這兩位留後的這個態勢 這回有辦法再翻盤 讓他繼續在北京來做會 繼續來拚美國美國 Great Again 那真的有信 我們今天透過選擇的這個分析 作為來看 真的關鍵的這個選情 所以我們要邀請到 真的很關鍵的 我們說的這個來賓 第二我們要請到 我們說阿翁台語的這個副執人 阿翁你好 阿翁你好 大家觀眾朋友你好 第二我們邀請到 國鋒安全研究員 報酬或研究政治當高手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第三我們要邀請到美國國務公司 Bower Group Asia的分析書 丹蒂勤 蒂勤你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所以我們透過聯想 來跟這個政中 融社這個特派記者 在紐約記者 黃條平來做聯想 首先要先帶大家看一個現場 就是這個特朗普 他在這裡開始講話 他的態度是非常輕鬆 是不是 吳恩以來 姓周恩來 我非常感恩 第一次 says that very much, I want to thank the American people for their tremendous support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people voted for us tonight and a very sad group of people is trying to disenfranchise that group of people, and we won't stand for it. We will not stand. And we were getting ready for a big celebration 我們看到特朗普說We are going to celebrate準備要去慶祝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部分 選舉人團票 到底特朗普這尊我們說是比較適面的這個部分 但是真的要看這個問路 什麼問路 我們說過期我們有討論過這個Swing State 像這個Florida 他這尊是贏的 但是我們看到 像這個Pensylvania這個部分 我們看這個分阿西這個部分 代表是特朗普是暫時領先 到底我們剛才說的通信投票 這是不是這個冰冰 看起來特朗普 應該是十分的這個爆 另外還有這個其他的 這個威斯康辛也好 米尼索達 還是說這個米西根這個部分 都是很關鍵這個部分 我們也看說 雖然這尊目前看起來 我們說是這個拜登 這裡是兩百三十八頂位 這個選舉人團票 這個特朗普目前這裡是兩百十三頂 但是我們把這個分子這樣打起來 像這個GA這個所在 這個NC North Carolina 待會兒我們好好清告阿佑 這是他的高雄 還有Pensylvania 米西根這個部分 還有威斯康辛這裡 現在加起來 可能特朗普就可以得到兩百七十頂位 這個選舉人團票 我們先請教阿佑 在看整個選舉的過程裡面 我們看到本地這個民調是差很多 但是未來 讓大家 這個民調都會被打破 對 這次跟 正確是說一六年差不多 也是我認識到 就是說民調雖然說拜登一定會 整個國家都贏十八十五 十五 是不是十八 是 告訴我們就知道 只算拜登贏 他不是贏那麼多 拜登贏不是贏那麼多 但是這個拜登最好是通信投票 這裡 讓這個川普繼續下去輸掉 可能還有一段美國大混亂的開始 我覺得這次選舉有特別的危險 如果美國很有可能有些動亂的地方 其實我們也看到 尤其是川普贏 尤其是川普贏 但是我們也看到說 現在民調的差這麼多 就是說過去我們說到四趴到十趴 我們早在說的時候 這月我們看到了 其實這個普選票其實差不到這個一趴 是說差一趴多 這樣這部份 繼續我們請到我們的教授 請教授 我們怎麼來看呢 這個民調 這個公司 美國公司 先關在哪裡嗎 其實我們說 輸這次沒話說 我們這次又 眼鏡又破了 是很漏氣 是 所以說我相信這次選舉的結果 就像剛才主持人說的 本來人家說最多也要差不多十趴 你看現在川普的票比上面還要更多 所以說我們現在就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其實我高興的看法 是說看來因為這次的選舉很激烈 所以說有一些選民 他就不可以跟你說 他不可以跟你說 他要投資 其實像這種不可以跟你說要投資 照樣你給他看 我們由那個結果來看 這種好像投川普比較多 就是跟過去我們疫情差不多一樣 這個Silent Majority 或是說過去說出來會怕減少的部分 可能他們真的是這個民調 刷不出來的這個部分 是啊 所以說這次的選舉 特別是戰場州 特別是我們現在看賓夕法尼亞州 跟威斯康辛州跟密西根州 這三個可能的決定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 川普如果是贏賓夕法尼亞州 照現在的票數來看 要不夠 他威斯康辛州跟密西根州 還要贏一個才可以 因為川普輸掉 上面贏的亞利桑納州 亞利桑納州 亞利桑納州那一來九月就要超二十票 是 所以說這次的關鍵 就是那三個票 我們還很出賣 因為他上次川普的贏 就是這三個票翻翻翻翻 以前是民主黨的 上次他選舉就是 大家都沒看好 因為他贏 賓夕法尼亞州 威斯康辛州跟密西根州 這三個都贏 這次沒想到 想不到這次最沒的關鍵 還是這三個票 一樣 剛才這個警告書說的 就是威斯康辛十票 還有這個米西根十六票 這樣加起來二六票 還有這個Pennsylvania二十票 我們看到這個部分 這個本早我們看到是拜登 他這裡出席的 但是雖然說他買手 刷去北圍 就是這個州去做議員 好了 但是這段部分 可能我們待會說到辯論的部分 也是一個關鍵 另外還有這個North Carolina 這個部分 我們待會就請到阿勇 但是其他我們看說 這個關鍵酒 這樣一個swing下去 真的這個大家 剛才我們說的 眼鏡人失敗以後 我們怎麼再來觀察說 其實這些選民 在這個疫情裡面有什麼變化 讓這個swing stage裡面的人 或是battleground stage的人 他關心說我還要支持特朗普 還讓他回票回給他這樣 其實其實在疫情裡面 很多人叫working pool 善吃的 或是有工作的人 這種人沒什麼錢 那是沒有工作 沒有health care 沒有保險 或是沒有收入 沒有東西 可以吃 沒有錢可以付 那些償稅 這群人就真的 很需要特朗普的open up 可以出去工作 或是吃飯 或是怎樣 是 一樣 日空一六年 那時候是遇到 過去這個 工作幾歲都刷到中國 這歲是因為這個中國 這個武漢疫苗 有這個lockdown的部分 這個trump就說 我就是要中規經濟 這條路讓他們看到 所以這是我們說 地勤所看到 繼續 我們先來帶大家 先來看說 這個拜登的部分 叫選民 你就要keep the faith 這尊通信投票 也要不結束 所以你的信心保持好條 好 先做我來看 和她很小心 但我們很小心 健康 我們好 我們覺得 我們在這是 一下 我們已經有 選擇 我們所說 我們在那裡 有的 討論 我們也在 新的選擇 我們還在 我們還在 新的選擇 賭 我們還是 我們還在 是我們剛才帶大家看到 Trump和拜登 在選舉後 選舉姿妹 開票姿妹 部份公圍 其實對自己的選情 也是有信心 但是我們看到Trump的信心 可能比較多 他說I will be making a statement tonight 剛才已經說過了 It's a big win 但是我們看到民主要特別注意 voters are being counted 這段選舉人補婚 剖算的票 the winner of the 2020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has not been projected 也不完全都會計算出來 所以我們看到在社群問題 Facebook 推特也好 都掛一些 我們看到這個 讓大家知道這個選舉還沒結束 這是這個核酸人 各自他們的這個生命 然後我們繼續 先來請教這個阿勇 這個Trump 已經看起來 百名贏了 但是這個拜登 我們待會說到 Keep the faith 你怎麼看他們兩個呢 我覺得這裡最特別的還是說最古怪的就是那些關鍵的一些酒 像米歇根 威斯康産 潘斯扁 他們把那些送票的動作停下來 這實在很奇怪 因為他們雖然說對啦 或是三個半月 你要睡 但是這是美國大選 你不可以這樣 我就想 想 想 想不知 先去睡 待會兒再回來 這對來說是 他們 Unbelievable 對 但是應該算到 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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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也是代表說 在這輛這個選情裡面 變化很多 尤其我們剛才說到武漢危險 跟這個部份 通信投票 人數比較多 所以在這裡情義也很多 所以我們看著說 剛才這個Joe 拜登 叫大家你就要有信心 他說吉他酒 像這個Arizona 這輪是變這個紅酒 變納酒 也拿到不錯 所以他叫選民 你就要有信心 所以我們看Keep the faith guys we are going win this 也是一樣 會贏 但是他說be going to的這個感覺 可能會贏 It's not my place or Donald Trump's place 所以他說這輪在選佈的事情 都要不完全來一定結束 所以我們說投票 可能過去我們說 可能這個投票結束是開票媒 這時候是開票酒 我們待會看到另外一張賭 就是說上月到十一月以下 都來計算這個票數 繼續我們再請教 今年這個請教書 我們這樣看到 剛才這個拜登 看起來 是真的比較舒服嗎 通信投票這是完全沒有希望了嗎 我想這票要不算出來進場 可能不太說 所以他才說Keep the faith 但是現在最大的問題 川普選情已經說過了 他希望 怕日夜就能得到一個結果 是 如果沒有得到一個結果 這樣就too bad 所以說 現在就是問題要有新聞在說 他現在已經開始要 採取法律的行動 要說那如果記票的時間 你如果後來還是怎樣 他開始要告說這些不遵循 但是還有一件 可能我們要注意的事情就是說 在美國每個州 都為他們自己選舉的規則 這是每個州的關鍵 所以說到時候 川普如果要告 到時候 告得贏 告不贏 我看這個 可能要再看 因為我們可以為最近的一個案件 我們來看 像那個在責州 有一個得來數 那有十二萬票 那十二萬票 只要說那是民主黨的選區 那應該是絕對超過六成 那是民主黨的票 川普又說 你那得來數的 你這種 車開起來 我們就可以代表那種 你不遵循 你違法 結果願意判斷 說 會遵循 就是說 川普輸了這個 反應的案件 所以說這就是說 提醒我們說 不管川普說他要選舉的結構 還是怎樣 因為通信投票有問題 他要告 不過最重要的就是說 這票要怎麼算 什麼時候告截止 這是每一集的關鍵 所以說這在法律上這樣 大家可能要有先一個了解 這就不說 因為大家如果記得 在兩千年的時候 小布希跟高娥在選舉的時候 當時在佛羅里達州那就是關鍵 那一個一國三十六天 三十六天 最終是這個高娥 決定說不可以結束 對 那是還會說 他怕說 訴訟 是打下去 訴訟太重 英雄說美國 怎麼辦 所以說他就說好 我不要再告下去 我們就認輸 川普其實在選情 已經說他不會認輸 所以說 我們有 big win 所以說現在最重要 跟最不確定的東西是什麼 川普這個人 川普這個人 所以我們也說到 這回這個選舉是 這個 pro-tramp or anti-tramp 是支持 Trump 還是這個反對 tramp的這張公道也好 但是這時候看起來 可能這個美國的這個選民 對他也是有議案 這個差不多四十九 四十八 的這個選民 我們跟過去日空一兩年 這張圖來好好看看 我們看到這個 川普那時候是 拿到選舉人團的這個票 三百零四票 另外我們看到這個 Hillary那時候是兩百零七票 我們過去說 像在米歇根 威斯康辛斯這部份 就是當時的這個 關鍵集結 在這個部份 當時Florida這個部份 也是這個 Trump贏 這個Texas也是Trump贏 所以這部份 這個Trump的關鍵 這個battleground state 都把它拿到 所以他能拿到三百零多張票 但是這回這個紅色的 這個Arizona 再來是變成了 他剛才我們聽到 這個拜登說 Arizona他們這裡開得不錯 這個紅酒變哪酒 也是一大關鍵 所以說 哇 整體看起來 其實民主黨這回是選得不錯 但是我們說到這個 總票所來說 過去這個Trump是拿到這個六千多萬票 這票就是差不多四三六 另外我們說當時是這個Hillary 他這個波算的票 正常是贏這個Trump 但是這樣看起來 其實今年可能比較不會有這個狀況 那不是這樣 今年喔 今年 今年我想拜登也是 波算 波算的票比川普更多 就是整次這個日空 一六年這個太多 波算全美國人也是支持 這個拜登比較多 以前到現在人是越多人是去稻市 不是去植核 民主黨的人就是他們在稻市裡面 民主黨贏在稻市 四十九趴對四十八趴 這個關鍵的這一趴 但是我們說這個 我們說選舉人團 這就是winner takes all 這個部分我們再請阿翁來講一下 這個美國我們也說到 California才有五十五張票 這個New York State才有二十九張票 但是請問這個關鍵州 這是這個政典 你的這個高峰North Carolina 這順是這個共和黨 這個大贏的票 怎麼可以說是大贏的 當然不可以這樣說 現在差差不多一趴 所以 也是一個這個 也是政典之間 其實北卡羅蘭也是 我剛才說不是我的高峰 就是我有住過那裡 北卡羅蘭是從以前來以來 都是做人比較多 是 過去幾十年才開始 有一些高科技的工作的機會 所以有一些地方 譬如說Charlotte跟Rally 有一個地方叫Triangle 在那裡越來越多民主黨的票 但是它的大部分都是 如果是看土地 大部分都是共和黨 所以這種幾乎才有這種對立 就是因為這樣就變成那裡的 關鍵 對 關鍵 真的 所以這個North Carolina 雖然不是你高峰 但是你過去住過那裡 但是這就是表示說 這個酸民的這個基礎 一定有受到這個 投資法的影響 有的這個酸民是越刷 越投資去 它的這個酸基的意向跟意臺 可能也有一些這個變化在 另外我們帶大家來看 這個投票 投票日 已經結束了 但是我們說 最快算票的這個時間 有很大的這個關鍵 在我們剛才一直說 Pansylvania Pansylvania 他到底是當時 這些票 這些暗勝完轉 Pansylvania在這裡 有二十年份的這個選舉人團票 六個的時候 切六個的時候 這些完轉來計算完畢 我們看到這個紅色的 這個粉紅色 就是代表Trump 這尊是領生的這個部分 所以有這個Iowa 還有這個Oahio 我們等一下說到這個Oahio 這個部分 過去這個幾十八年的這個團統 那是誰 在到這個Oahio這個部分 誰就是我們說 美國總統的這個部分 另外我們看到 說North Carolina 剛才我們說的這個Iowa 過去越大過 是十一月十二 這個Iowa這個部分 是這個高峰 另外這個Washington State 是這個二三號是這個最完的部分 但是我們看這個部分已經標準是 苗塞了 所以我們說這是民主黨的這個州 一定 可能怎麼算 雖然這個voter 這個votes抗到這個二十三號 可能也是苗塞的為主 不會再變化吧 不會啦 當然所有的票都要算 都要算 但是這個基本上一些 譬如說 Washington 或是Gazoo Gazoo New York State Iowa Oahio 這都不會變 現在要看實在是一些證據 所以在這個島裡面 只有North Carolina跟Pansylvania 是 所以我們也看到啦 我們繼續先來說到 剛才這個選票 這個幾幾以外 我們剛才已經說到 像在這個黑花油這個部分 是這個我們說是 這個張瑜 張瑜啦 就是這個八腳 我們繼續來請教授 這個十八項選舉人團票 如果是拿到 就是美國總統的這個 尊總統 可以怎麼說 立宿是我們是我們寫的 我們寫說一定 那個黑花油贏 就是總統 我們也可以說不遵守 不遵守 這次就很難說 因為這次就像 那個關鍵 那個賓夕法尼亞州 威斯康辛跟那個密西根 這三個地方 因為現在照 照以前說 說贏了黑花油 我們贏了 當然我們看 票也不會說定的 說不定 還是照這樣來走 不過現在是不一定 不過有一點 可能我覺得說 大家要注意 不是說 大家像現在說 那疫情發生 現在美國的經濟都很壞 所以說川普比較不正面 為什麼 其實大家要注意 就第一 像說 那像那張的 就這幾天選擇 美國的蓋洛普的民意調查 他就說有五三六六八成美國人說 這四年 這四年他們是比疫情還好 有 有要注意 就是說過天才不說的 疫情現在很壞 有五三六八成美國人說 他覺得是比四年前還好 要有一點要注意 美國現在最新的第三季的經濟報告 美國經濟成長是歷史的新高 所以說一般來說 其實雖然美國的經濟受到疫情的影響不好 但是整個美國人對川普跟拜登 是人家比較強 經濟 那是川普 這要注意 可能是這個原因 這個影響 讓這一次 那些民意調查專家 這一次還沒脫 還沒脫 還沒脫 所以我們說到經濟 我們說這川普 之前也說過 他說什麼 這四年來美國經濟 過期是最好的這個時間 這樣剛才也是應徵 我們告訴球所講的 真的 這個美國選民是看在我們 雖然疫情的影響 繼續我們再請教我們的地勤 從這個改進來看 還是這個操縣來看 整個是不是這個特朗普 這裡 還是說在拜登這裡 有這個支持的這個意象 我是有看到這個CNN的報道 像這個LATINO 這個VOLTER 選了這個川普的部分 比拜登這麼多 這是可能有什麼原因嗎 LATINO也不是 一張都是 大家都是選川普 是一個Cuba Cuba的人比較正 川普比較多 墨西哥 加Columbia 南美洲的人比較沒有 沒有說會介意川普 因為他跟很多小朋友 阿北母都聽到 說一些人可以留在美國裡面 一些人沒辦法 這對很多西班牙裔的移民 他自己不是這個飛機化移民 你看到我們來也覺得很難 這就會影響他對川普的支持度 不過很多西班牙裔的人 他也是天主教 他比較保守 比較保守 對於這個工資 這個亂 工資亂 是說提供的這種事情 他真的是很犯罪 這就是川普 他提名兩個保守的大法官 這就有作用 所以這個大法官的提名 我們之前有說過 這真的是提名 比較保守的 真的是水平是幫助到川普嗎 阿勇 你有這種觀察 當然幾天也有 但是 幾天也有 剛才說的就是 拉丁美酒的人 大部分也是 其實他們社會傳統 也是很保守 所以看那個全國發言 還是什麼人出來做一些保守的動作 也沒有什麼大影響 他們本來就有了 所以這個保守的意見 對到保守的這個共和黨 可以這樣說嗎 可以 是啦 所以我們看到很關鍵 這個宣民的意想 很難安裝這個要 就是這個民調公司 是真的要不準 在這幾月 但是我們看到美國重要的時間表 這個時間表 也是說 到底這個通行倒票 我們剛才說十一月二三 是這個Washington State 最後玩票的這個部分 但是他說 我們說這個過去 就是傳統的民主黨 是拿酒 所以也沒有任何的影響 但是真的有影響 就是其他我們的觀鍵 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通行倒票 如果是真的需要五禮拜的時間來去算票 另外十二月七八到十四 是國州的調開到選舉人團的這個會議 差不多有六天的時間 倒票 回票 讓國州贏的這個好選人 另外就是十二月二三的時候 國州就要交我們說選舉人團票 給國會最終的這個期間 國會議員就選舉人團票 大家記得參選兩院 我們待會兒好話說 國會議員比這個總統先選舉人團票 所以國會參選兩院 調整聯繹會議選舉的這個機構 但是總統 這個副總統選舉人團票 參選舉人團票 參選舉人團票 在明年一月二十 我們繼續先來請教教 所以我們說這次川普和拜登 雖然看起來是這個關鍵集 是川普來領選 但是最後是不是這種可能是 真的要走到這個法院 這裏 所以未來有可能 要不然這個總統和副總統集結 就要先參選兩院 有一院這個委員長來選 台總統 有這種可能嗎 這要看法院 他們到時候怕法院要怕多久 就像我剛才說過了 那一次就三十六天 要怕說年底 所以說現在依川普 現在說他如果輸 他說他不會輸 如果他輸 我們可能怕法律 這裏可能打到最沒了 這裏我看是 他會怕的路 不過他如果真的 比如說像主持人說的 像介紹的每年一月二十 就要宣示 那當初如果法律的結構 如果美國如果要不出來 這樣是要怎樣 如果照美國的現場來說 當然我印象裡面 美國要不要發生這種事 不過照美國來說 如果說總統的代理人 當然頭一個就是副總統 當然副總統也不決定 就是衆議院議長 如果沒有 我們第四個就是參議院的臨時議長 因為參議院副總統 那就是參議院的當然的這個議長 當然如果副總統沒有參議院 他自己就要再選一個 再來就是美國的國務卿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說當然我想 因為如果真的走到這條路來走 加債 總議員跟參議院已經都選舉 都有結果了 所以說這個不會說到時候總統爭執 沒有人 如果真的嚇到一度 那就是美國的總議院議長 來參選 代理總統 沒手這個訴訟 也是要繼續打下去 到底想要來帶這四年 也是考驗到美國民主的體制 但是也有人說 美國民主的體制已經百多年了 可能不會受到那些大的挑戰 但是想說會準 尤其我們看到日空日空年 這個選議 遇到這個很多的變化 變化就是一個堅持下去 所以也讓大家無法無法 但是我們台灣人是看得很開心 我們也來看就是說 其實我們說到美國總統 台選以外 最重要還有參選兩院的部份 參選兩院 繼續來去看 就是說真的很懷孕的部份 我們掌馬討論過 參選兩院裡面 有很多跟友好台灣的部份 我們繼續來請教到我們在紐約 正中央的這個特派記者 我們來看說 跟台灣比較優惠的這個 我們說的這個議員裡面 到底是誰 抓到不抓 先來請教他 條片你請說 沒關係 因為這次是新冠疫情的影響 就像川普本來的選情在選情 在我們美特派進行的民調比較多 民調多少會拖累到以共和黨一些參中議員的選擇 所以選舉進行參中議員很多共和黨籍的都太希望川普來招勢 怕影響到一些事情 尤其這次美國雖然這個疫情影響很大 但是大家民調覺得是說經濟的問題都高過疫情 但是經濟的影響 所以多多少少還是會對經濟會有很大的影響 尤其現在市益還是很高 將近8% 因為雖然已經高了將近快20% 疫情都暑假期最高峰最新歸期美國 到現在很多人都沒有工作 尤其紐約有一百萬個人 因為現在受新冠疫情到現在都沒辦法工作 所以參中議員包括 不過就是趙小蘭 他先生在肯達業一關聯邦參議員 這個連任成功 那目前我也開出來 那基本上是共和黨的大佬 也是共和黨的黨邊 參議院的黨邊 所以基本上參議院還能夠保住很重要的景點 那現在這個參中議院是很難看 不曉得看到底怎麼樣 就是共和黨能不能夠保留住他的重點 然後參議院能不能夠保留住 或者是兩個院參中議院變成一個黨所擁有 是啦 我們聽到這個調平衡所說的 就是說這個比較優惠台灣的議員 也有繼續來連任 但是我們也說到過去川普民調改買的時候 很多這個共和黨的參眾議員 都不可以騎港台 甚至還有一個州長 他把這個票回拜登 我們也看到新聞有這樣的報導出現 另外我們帶大家來看看這個選民結構的改變 在這個選舉上到底有影響 沒有我們繼續來 請到調平衡 調平衡 調平衡 跟德州靠近中南美洲 所以他們會去躺在那裡 就拿亞歷桑那一樣 所以這三個 現在 西班牙的議員很多 會進行用人口結構的改變 那本來 如果現在西班牙議 本來就是民主黨的人 現在西里去的人 現在是全美國第二大主義 僅次於白人 第三個 現在是所謂的亞裔 大家可以去注意 拜現在十五歲 十六歲 沒有選舉票的人 很多西里去的人 以後 以後 以後十八歲 十五歲 第一次有投票的是 西里去的人 老天爐的人越來越多 他人口會越來越多 所以這個也是未來 未來 將來拜這個影響力的專門 專門 所以你除了說 你去抓飛人之外 如果聽到西班牙 西班牙的 族群的票 你一定要去注意 不然他的票越來越多 白人本來越來越來越多 我們越來越多 因為他比較不在乘 小孩 這是一個變化 那黑人也是這樣做 但是亞裔 我們亞裔現在不成氣候 不足成一個大氣候 所以我們聽到了 其實在續航的這個變化 其實有刷過 我們早晚有說到 這個酸民的遺刷 在國內的遺刷 也是一個關鍵 那他剛才阿勇也說到 有人刷到 他這個選別的結構 就來改變 所以日空二數年以後 你告訴你 這個川普 我們在說兩種情形 川普這回是有連接 如果是他沒有連接 他說日空二數年 他還要選一次 也有一點變化 是啦 我們也說到 其實我們剛才說到 國會這個部分 我們真的好好來看 參眾兩位 我們剛才也討論到說 有好台灣的這個部分 議員是不是連接 也是一大關鍵 尤其我們說 在我們說 軍事武器的這個 麥麥頭頂 還是說 相同的這個 比較有好的這個法案上面 都是參眾兩位 比較有好台灣的議員 幫我們刷一下 刷一下 所以他們到底有連接 我們先走來看 我們看到參議員 這個部分 四十六十民主黨 四十七十共和黨 我們看到參議員 台灣連接 Sanity Taiwan Cacus 這個部分 共和黨的部分 有Lindsay Garham 還有Jim Empho Vilk Cassidy 還有John Corning 還有Mike Runt 還有民主黨的Dick Durbin 還有Edward Markey 已經確定是連任成功 另外這個很多次 支持台灣參謀到WHO 因為台灣的經驗 可以分享世界各國的 共和黨參議員 像Tom Cotton 也順利連任 對接激來推動這個優待的法案 過去他也說有六頁皮 感謝台灣的水準 這個觀景 共和黨的參議員 這個Corning Garden 是連任失敗了 所以我們看到有的這個議員 真的是對台灣很好 有的是已經連任 但是有的是這個沒有連任 成功 要怎麼看參議員的部分 這個對台灣這個優好這個程度 會加或減對這個實施的變化 所以這是大家也要放心 其實啦 因為其實總統是總統嘛 但是立法就是立法嘛 所以跟台灣 如果有什麼想要立法的東西 就是一定要在參議員 中期有這些人 這些人是跨黨派 就不管民主黨 共和黨都有台灣的優質 所以這是我自己也放心的地方 你自己也放心的地方 所以這些優質 不論他是連任成功 也就是說沒有連任成功 其實我們說在外交鋼燭店 像我們說蕭美金 這個大賽這順起到那裡 可能有新的動作嗎 你覺得呢 什麼新的動作 蕭美金 可能在這個新的局勢 他可以怎樣去做一些條件嗎 這我不知道 我覺得在參議員 兩個 都有很多很多支持台灣的人 所以蕭美金在那裡 要做什麼他們一定的支持 就是要看他們可以做到什麼聽到 所以都是同樣的方釋 我們繼續來申告 申告書 同樣的意見嗎 我沒有像 要怎麼說 好 怎麼說呢 雖然我們說現在國會 不管參議院還是眾議院 就是反中 反中就是支持台灣 像現在這個態勢 這個態勢 但是憑良心說 這關鍵還是在總統 OK 關鍵也是總統 當然是說兩院 他們的趨勢方向 其實跟總統相當時候也會配合 如果說像我說的 像我一直說 如果真的川普掉了 他可能對我們台灣 不說像以前那麼好 因為大家如果注意 大家如果注意 川普開始電影 阿公 是由今年疫情開始 美國的總統 變化的時候 他開始越來越... 沒有以前的時候 沒有那麼厲害 不過沒有那麼厲害 他說像以前發生的時候 他說習近平的好朋友 他說阿公疫情做得很好 所以我這樣說 就是說 其實美國跟台灣外交的關係 那是總統 總統是在決定的 國會是參考 當然我們也可以說 像台灣關係法 那是國會通過的 國會三分之二通過 你總統你也沒辦法 但是總的來講 這個美國外交 還是總統來決定 像我一直是這樣想 因為川普 他所想的就是連任 那時候連任之後 對台灣就不會好 他一定是... 我應該是這樣說 在美國經濟 最重要的苦惱的時候 我們台灣的重要性 就會下降 因為他跟阿公看經濟 要怎麼談判 那時候台灣的問題 真的會變成... 像現在因為選舉的需要 變成這麼強 我一直是這樣認為 這次選舉 美國選舉 最重要的關鍵點 就是武漢肺炎疫情 武漢肺炎疫情 起來 川普一定要找一個人 來解脫 來做一個TA 對 就是說 現在美國如果經濟相較不好 我們大家都很不方便 我們這都不是他的問題 我們這都是阿公的 所以說他想盡辦法 就要跟阿公跟疫情做一個聯結 做結合 這樣子的話 他才可以解套 OK 他如果跟他... 那就沒問題 其實不是說他那裡的阿公 如果主委以前說 他習近平應該多好就多好 其實川普 這個人 其實不計川普 川普是特別的經濟問題 這其實是美國最重要的 就是說外交跟內政 內政特別是經濟問題 這是美國總統最重要 最重視的問題 對 外交不是 外交只是 拿在做而已 OK 特別是我說 這次武漢肺炎的疫情 特別加強不成這樣 那是我個人認為是選舉的操作 OK 我們繼續請教 我們說 美國國務公司上班 我們要分析很多東西 我們只要看 我們剛才說到疫情的影響 經濟還是很多人 剛才這個警告書也說到 這個過去 川普是對這個武漢肺炎 但是我們看到美中部以前 已經嚇到老火老地了 沒有嗎 我看現在... 先先說一下 川普是一個很厲害技術的人 OK 以前他在歐巴馬的時候 他去這個記家的殘迴 歐巴馬跟他說聲笑 說他不能做總統 他就跳出來說 我一定要做總統 現在在武漢疫情以前 美國的經濟實在是真的 真的有夠好 有什麼 他這個... 川普這個人是成一人 那經濟是最厲害的事情 有什麼 現在... 很爽 現在中國幫他放這個武漢肺炎 這個... 他就... 沒有鬆開 他的紀錄給人打破 我看... 沒有那個... 還要選舉的那個... 壓力、壓力 他就更加強了 就是說你講他是一個要求婚 要補償的人 所以這回這個武漢肺炎 把他打得這麼辛苦 我絕對不會手軟 這個你的看法是這樣 阿勇你怎麼看 剛才我們也說到 這個台灣的部分 很想說 對台灣可能比較厚 對中國可能可以放軟 但是剛才這個... 我們說地勤有說到 這回武漢肺炎 這個特朗普這麼賣 這個比較親密 這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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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樣 所以... 因為他還比較近 大家有當情嗎 也不能這樣說 對啦 那很難說 OK 另外就是 特朗普 我跟政教師 留得不一樣的看法 就是特朗普 我會記得是 我們不知道三四十當情 我還沒出事 但是我看他 譬如說過了的 record 他也是一直在說 一直在說 一些不能是China 還有其他... 其他跟美國做FTA國家 做什麼...什麼事情 一直對美國不好 是 所以他不是四當情 或是五當情 開始賣China而已 OK 他最不是幾六十當 幾六十當前 就開始了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看到這個Trump 可能是比較一致的 雖然他是... 他這個... 過去是比較容易算 或是說 這個鄉人的利益 或是說美國國家的利益 為優先 但是他對這個... 我們說未來四當 他如果真的認真 他對中國的這個態度 是比較輕而已 你的看法是這樣嗎 對 我看是這樣 尤其你要看 雖然說Trump當然是總統 他是偉大 但是... 他如果認真 但是你就要看 他... 他的周圍的... 有什麼人 他拍什麼人做他的... 他的這個部長 這個部長 這種人一般 過去四當都是很了解 中國跟台灣這個問題 所以... 就算說Trump沒什麼了解 他就是看經濟而已 他的... 他的周圍還有很多人 知道這個... 譬如說... 軍... 要怎麼說 軍事的問題 military的問題 還是怎樣 就是說軍事的這個問題 或是說這個外交 供應的平衡 都是可能這個Trump 未來去考慮 但是我們說這個未來 確定是他完全來接觸 他有變數 記得他有變數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說 另外這個中議的部分 是選到比較多的實質 民主黨過期 我們都說是這個 民主黨的人做議長 這份民主黨也是 比較贏民 一百七的高票 跟一百七十一的人 一百七的高人 另外我們也說 跟這個台美關係 比較好的台灣聯想 Congressional台灣 這個共和黨的這個議員 確定聯想說的 有差不多有一個 兩個 還有這個民主黨的這個議員 Garry Canolli 還有Albio 還有Series 這個部分 差不多四個 確定聯想說 所以我們說參眾兩位 就是我們說的 真的要去看 這是部分 確定的這個部分 沒有確定的 還是這個總統的這個部分 我們要來請教這個 警告書 剛才阿勇也這樣說 他的這個看法 自己的看法 對Trump 對中共也好 還是說對台灣也好 你覺得這個阿勇的說法 有跟你遂合嗎 沒有啦 我想說見仁見智 OK 當然我們可以 現在可以說 就是說 就是說當一個川普 沒有連任 沒有連任的壓力之後 對他來說最重要 最重要的事情是怎麼樣 坦白說 他也沒有想要跟阿勇 修正 OK 做生理做生理 要怎麼修正 但是做生理 所以他過去就說這個紅色公園連 要定組 這個外南 這個部分 台灣也好 對 現在就是說科技 像我們說科技戰 還有競爭 當然現在就是說 看阿勇跟美國 現在要怎麼說 因為這很重要就是說 你想看看 我想你說你是我的威脅 我想說我沒有把你當作威脅 我要把你來 我就 心態 那絕對不一樣 當然啦 川普我們對 特別是說這四年來看 特別是今年 對中共 你可以說 從國慶到國防部長 都對發言 對中共都很不好 當然我 我還是想說這是選舉的需要 但是以後美國跟中共在經濟 以及在科技上面的這個競爭 當然啦 這就要看阿勇要怎麼回應 如果阿勇是可以 我是說可以 Follow是國際規則的時候 OK 我們這個可能 當然有人在笑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當然 我會記得一個人說 他說 你一個要做一個經濟超強 你這樣可以永遠 是頭白人的東西 OK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如果真正 所以說習近平 他現在 剛才開火 他說 我們要科技 我們自己要來發展 我們不能說 他沒有這個機會 實在要注意 因為有人也這樣說 說你現在美國把它翻掉 好 他現在自己來做 你想看 他那個 萬人十年十五年 對啊 他那個人造衛星 太空船都可以做 當然 當然我也知道 像那些晶片 那些不太感人 我只是要說 像阿共當初發展核子武器 我們現在做到那麼多的東西 以前的人說 這都不可能 他都做出來 所以我說 只是要提醒大家 美國跟中國的科技跟經濟的競爭的時候 你也不能想看阿共也沒有 OK 我是說這樣 不要看阿共也沒有 對 不要看阿共 你當然會思考 不要再去淘汰人的東西 對 就像我說的 你如果永遠淘汰人的東西 你就不能大起來 你都要小朋友 阿共真的說永遠要淘汰別人的東西 這我是打一個問號 我想說他也下了很大的決心 要來做這件事 但是當然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我們要繼續觀察 所以說到這個重點 最後我們還是要再關心一下 我們說到這個選舉的部分 我們剛才一直說 可能是川普贏了 但是萬不一這個選票 有正義的時候 我們從來去還有一些蓋水 這個部分 兩百七十人票 沒有這個時候 沒有人拿到 這時候看起來 是差不多差不多 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參眾兩位 可能是一個要選這個總統 一個要選副總統 也是這個可能 我們看到說這個五百三八張 過去兩百七張這麼遵守 但是如果沒有人 就是眾議員選總統 只發生一次而已 如果是Swing State 這個通行投票 就是說沒有在這個 培隆裡面的這個票 那是算的 這Pennsylvania民族 這個部分已經算是開票 之前阿佑也有把我們 這個喜歡過 就是票 要放一個培隆裡面 還有一個大培隆 給他爭進去 另外開票 如果是有政議要怎麼樣 就是兩千年的時候 是有這個大法官 要是五比四 但是我們看到 就不是那時候贏 但是國二那時候 是不需要繼續來上訴 最後我們還要請到這個地勤 剛才我們也說到這個經濟 或是說美中這個部分 臺灣在這裡 怎麼再來看這個選舉 可能有結果 可能沒有結果的狀態呢 其實比選舉的結果出來 出來以前 是 還有三個月時間 還有三個月時間 其實川普也是總統 他優惡可以送這個 這個國務卿的 國務卿 是那個Clock 他也比較有機會 可以去 四處 四處走 又用這個這個 這個中國拖高 這個經濟反應的網絡 他也有可能可以繼續推 沒關係 誰是總統 還有三個月時間 就是這個我們說 很多的來自 還有可能發生 是啦 一過二十年前 還沒集結 我們說這個總統 或是特朗普 先不管他是認真 還是沒有認真 最後我們還請到阿勇 在臺灣看美國總統代算 雖然你是這個Mail in的這個部分 還是absentee 就是說這個投票 其實臺灣人這輩子 我們也說 川普的支持者 這個所有統計 裡面是臺灣人最支持的 你怎麼看這個現象呢 這也要問臺灣人自己 這我看的就是臺灣人看過去四年 川普的政府對臺灣做什麼事 譬如說是不會武器還是 愈好 愈來愈好 愈來愈好 愈來愈動作 所以看這個就覺得 這絕對比過去八年的歐巴馬做的事 比較好 所以就希望可以這樣繼續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說不要對誰贏誰輸 但是這回看起來這個選情 真的是很激烈 也讓臺灣看得到像親像 自己在開票 也感謝三位來賓 我們馬仔繼續來討論 美國總統代算 我們感謝大家 拜拜